雍正二年的征月 青藏高原上的一个风雪夜 天涼啊 这人心更凉 月中旗带领着三千精兵 偷袭了青海的郭龙寺 烧了庙之后啊 斩杀了喇嘛和活佛 有说呀 杀了喇嘛呀 大几千的 也有说呀 杀了两三万的 有一位老师啊 去过这个郭龙寺 就是现在青海省的幼宁寺 他跟我说呀 一旦堵住山口 里边的人呢 是不可能有人能够逃脱的 那么我呢 就相信这庙内僧众三万呢 可能就都死了 有的人死得屈 因为就是在这个 郭龙寺附近居住的信徒居室 有的人不屈 那些真正参与了叛乱的贼喇嘛呀 据说也有一万多两万 总之是都杀了 历史评价咱们不评价 雍正皇帝很满意 怎么看出来的呢 因为干完这件事之后啊 这月中旗他升官了 直接呀 被升为奋威将军 郭龙寺的喇嘛被剪除 雍正皇帝要的 张家活佛三世 被顺利护送到了北京 这可就没有什么牵挂的了 雍正皇帝的说 上去都是叛贼了 当除祭除吧 那得了 今天咱们要聊的 就是这西北叛军 当除祭除的故事 搜山浅海的 咱们要抓这个叛军首领 萝卜葬丹金了 月中旗军们 平办了郭龙寺 这场战役 惨离到什么程度啊 这年庚瑶就说呀 是自三番平定以来 从未有如此大战者 当然了 这战争的规模 我们知道并不大 这个年庚瑶指的是死的人多 那么说 这么大的洞 就是罗伯藏丹金 以及他手下的众位 台记 知不知道这事儿呢 没过几天 就得到了奏报 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觉得呀 只有跑 往哪跑啊 往西车 那这个地方的名字不好记 叫什么叫 俄木纳布隆吉尔 那哥现在话说呀 就是横跨这个青海 甘肃新疆三省 全城啊 五百公里 面积在两万平方公里左右 那么说 这叛军为什么往那跑啊 因为有两个原因 一呀 是这儿容易逃跑 往西北呀 现在的新疆地区呀 容易逃窜 并且也可以拐过头来呀 往西直接奔魏葬 您可别看呢 这开头的两仗 罗伯藏丹金连续失败 那死啊 都是成千上万的死 可是啊 这罗伯藏丹金在这块啊 还驻守有十万大军 咱们在这说书呢 还是得实事求是的说 这罗伯藏丹金呢 有十万人 我是不感到奇怪的 可是有一点 这十万人绝对不全都是士兵 这里边啊 还有不少的追随他的牧民 也就是说呀 您别拿这十万人 当十万战斗力那么小 那年庚瑶年大将军这边呢 也对外宣称 说现在呀 谁最厉害呀 我知道你们这叛军呢 最怕的就是越中旗 现在我直接呀 就拨给越中旗 一万七千兵 让他呀 带着兵日夜操演 准备着 等到这个四五月份吧 让这个越中旗带着兵啊 就杀奔叛军呢 和这叛军是一决雌雄 叛军一琢磨 四五月份 现在才正月 那咱们也不着急 好好的修生养兮 等着跟他决战 其实啊我要是这叛军首领 卢不藏担心呢 我这会儿就防着点了 这越中旗就好个出席不业 那你琢磨着天又冷又下雪 大风吹着 在这青藏高原上还正赶上年冠 谁想他就突袭的郭龙寺啊 说是等到开春以后啊 谁想啊 这突袭完郭龙寺以后 没几天 这越中旗领着兵啊 又出兵了 精兵五千是两码一万 兵分三路离开西宁城 可就向罗伯藏丹金的驻地 和木纳布隆尔吉进发了 那这仗打得漂亮啊 那敌人没防备 第一仗啊 就捕获了这罗伯藏丹金 手下的大将 二部坦温布和他的妻子 长马尔 还有青黄太记兄弟两人 这一下子罗伯藏丹金吃惊不小啊 这些人都是他手下能争贯战 能打的部将啊 那怎么这青金一到 就被人逮住了呢 那么说这罗伯藏丹金 他着急了吗 他也没太着急 为什么呀 因为他知道 青军跟他中间呢 有一条大河 叫做哈达河呀 这条河呢凶险去了 冬天也不上洞 这会儿啊 河水还很湍急 他知道啊 这青军可能是一时半会 过不了河 他倒是挺放心 他往前呢 带着自己的不重亲随啊 去寻找新的营地 把自己的母亲 妹妹 妹夫 可就留在了哈达河片 他觉得这天寒地冻的 这青军是绝对不能过河 攻打我们的 那您想想 这事儿是人做 那全听天安排啊 那就都好办了 月中旗带领着自己 手下这五千人啊 还就真渡过河去了 谁都没想到啊 冰天雪地的月中旗带领着自己 这骑兵啊 一夜之间就突袭了一百六十里 天还没亮呢 趁着夜幕啊 就直扑 乌兰木耳乎 一下子就逮住了 罗伯藏丹金的母亲 阿尔泰哈屯 还有罗伯藏丹金的妹妹阿宝 以及啊 这叛军几乎所有的首领的家眷 等到这件事啊 奏波到罗伯藏丹金 帐下的时候啊 罗伯藏丹金 实际上已经逃到柴达木盆地的身处了 听到此消息之后 这罗伯藏丹金呢 是掩面而泣 书中代言呢 这原来的大清朝的这位亲王 后来自封的这位达佬 昏太子 罗伯藏丹金呢 和自己的母亲妹妹 以及自己的家人亲倦们呢 感情非常的深 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他听说自己的家人呢 落到了清君手里 他非常的痛苦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回头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亲人呢 觉得自己杀回去去抢夺母亲和亲人吧 是不可能的事 那就只能算是自投罗网啊 这昏太子啊 坐在这个大仗当中 自个儿抱拽一算呢 还算好 自个儿这儿啊 离这个清君还算远 没有个三百里啊 也有个二百五十里 所以起码今天啊 能好好的休息休息 明天呢 整顿人马也是不能再战了 或者是逃往准个二韩国方向 或者是逃往魏藏 现在看呢 往魏藏方向也是没戏 因为那儿啊 所有的这个拉萨的寺院 以及政权呢 都是依附于大清朝的 往那儿逃啊 也算是自投罗网 那就只有一二往准个二韩国跑吧 提起准个二韩国来 他一想起来准个二韩国的大韩 凑阿拉布坦 他恨得牙根子就巴掌长 他就想起在战争开始之前呢 这凑阿拉布坦呢 忽悠他 这凑阿拉布坦跟他说呀 只要你在青海一起兵 我这边一临河谷就响应 哎 准个二韩国的厄鲁特骑兵 绝对呀 不顾生死的跑到青海去支援你 帮助你打下天下之后啊 帮你复国 复这个和硕特韩国的国 你呀 可就是大韩了 可是直到今天呢 哎 这罗伯藏丹金呢 是一个厄鲁特骑兵也没看见 不但没看见这厄鲁特兵啊 连准个二韩国大韩 凑阿拉布坦 给他写一封信没有 都没有 他心里知道 这样去投准个二韩国呀 下场也不一定有多好 只不过呢 没有办法 那儿啊 倒是个容身之处啊 总比呆在这个地界等死强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今天先睡觉 明天呢 咱们就奔准个二韩国方向捣捉 呃 不对 是往那个方向撤退 那吃饱了喝足了 先睡吧 告诉大伙 以及自己的妻妾们 明天早晨啊 咱们整顿精神 就要穿越无人区了 咱们往西北准个二韩国方向撤退 那交代完了之后 帅吧 帅啊 帅他妈个大和尚 这天还没亮呢 罗伯荡丹金呢 搂着自己的小哈屯 是睡蒙正香 突然听见这营外 就一片喊杀之声 这月中旗率领着 本部的六千人 神仙一样 就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罗伯荡丹金 他不敢想象啊 两百多里路 这月中旗 怎么就突然杀到自己身边了 这罗伯荡丹金呢 挺大的昏太阶 站起身来 就要往帐外闯 跨马 摘刀 好迎战呢 这一低头啊 又回背窝子了 为什么呀 光着屁股呢 黑灯吓唬的去抓衣服啊 听见帐外的动静 可就不一般了 外边的喊杀声啊 已经开始有满语和汉语了 也就是说 清兵已经杀到他大帐的旁边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要是穿着自己这身衣上 所甲置机灵 只要一出大帐呢 保不齐 让人清军就认出来了 哎 你是将官的打扮吗 让人逮住之后啊 就绳滚锁绑了 他一咬牙一哼心呢 就把小哈屯这个红袍子 抄起来了 直接就穿在了自己身上 把自己的头发破了开之后 就好像一位妇女 冲出了大帐啊 就奔后营跑 捡了一匹马呀 翻身上马 直接就奔大营外头冲 哎 也就是剩下的这点智慧呀 算是让这小子捡了一条命 在大营之外的红柳磕子一躲呀 可就不敢出来了 等到消停之后 把自己的人马集结了集结 还剩多少人呢 大概呀 二三百人 哎 好在呀 自己的大小哈屯呢 和自己的儿子嘛 还跟在自己身边 再一看自个儿 不成样了 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 蓬头垢面 这会儿没工夫琢磨别的了 还敬个面洗个脸嘛 赶紧跑保命要紧 那么说跑了吗 跑了 怎么跑的 罗伯藏丹金之所以 能够逃脱这个清军的追杀呀 那得归功 几头畜生 这件事咱一会儿再说 咱们得说说这个月中旗将军 这月中旗出西宁就带着六千人 追杀了罗伯藏丹金的十万大军 这一路追一路杀 这叛军几乎就没有战斗力 战争结束以后啊 这清军向朝廷邀功报仗啊 说是斩杀叛军八万余击 他要说斩杀叛军八万 这里边都有水分 他说斩杀叛军八万的手击 这里边啊 他必须你得有八万个人头 对上仗才行 所以说呢 这个数字我是相信的 因为呀战争结束以后 有清史啊 是这样写的 说战争结束以后 整个清凯一省 是人际凋零 所以说呢 杀了这么多人呢 应该是对上仗了 雍正皇帝呢 也对得起岳中旗 认为他呀 是此次战争当中的头号功臣 封岳中旗为太子太保 三等威信公 并且呢 在四川提督之上啊 把甘肃提督也交给他了 这呢是后话 这会儿的岳中旗呢 可着急了 为什么 因为没逮住这叛军的首脑 罗布藏丹金呢 抓住了几个舌头一审 才知道 哎 这罗布藏丹金呢 已经穿过沙漠 向西北逃窜了 那还等什么呀 追 等追到这齐连山腹地呀 哎 这岳中旗傻眼了 怎么呢 没有路 史书上啊 就是这么记载的 叫洪柳碧日 道路皆无 这些清军呢 在洪柳滩上啊 转来转去呀 迷路了 无奈之下 就只能撤兵 哎 这一撤兵啊 哎 咱们就得说了 这清平 罗布藏丹金的战役 可就算全部结束了 那又说不对呀 这罗布藏丹金 他哪去了 这清军迷路了 难道这罗布藏丹金 就不迷路不成 哎 他真没迷路 就是因为他的军中啊 有几批老畜生 据说呀 这罗布藏丹金 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 以及家眷呢 就是凭着这几批 白驼老马 对喽 借着老马食徒啊 就穿出了大洪流滩 这才辗转进了 准盖尔韩国的境内 那结果怎么样呢 这结果呀 哎 这个过得也不是很消停 罗布藏丹金呢 来到了准盖尔韩国之后 确实受到了 几代大汗的礼物 像什么这个 策瓦拉布坦呢 格尔丹策灵啊 包括后来的牧师之军 达瓦奇 对他都不错 可是啊 这一晃两晃啊 从雍正年 就到了乾隆年 乾隆皇帝 清平准盖尔之战 还是把这位 曾经大清朝的亲王啊 俘获了 俘获压解到北京 准盖尔韩国的 莫得大汗 达瓦奇都举着自己啊 死不了 哎 这个乾隆皇帝 肯定会礼于自己的 哎 后来的结局 也确实如此 这达瓦奇啊 娶了这个 三爷印旨的一个闺女 舒舒服服的 在北京做他的亲王 最后无语而终 那么这 卢伯藏丹金怎么样了呢 哎 出乎意料的是啊 这卢伯藏丹金呢 大清朝也没治他的罪 两个儿子 被乾隆皇帝 钦点为蓝陵侍卫 给他赐了府邸 养到了北京 后来这乾隆皇帝 对他还额外关怀 觉得啊 这么一个 来自清藏高原的人呢 在北京生活 可能不习惯 太弱了 就把他流放到了 内蒙 查赫尔地区 虽然是监视居处 但是最后 这卢伯藏丹金呢 无悦而终 他最后啊 还落了一个 善终 得了 至此啊 这卢伯藏丹金之乱啊 到此结束 明天咱们回到拉萨 接着讲这血液 佛国